你怎么了 我就喜欢美女 你怎么了 你别哭了 你别哭了别哭了 不哭了不哭了 在演艺界 赵丽颖和冯少峰也算是一对俊男靓女了 两个人相貌都很高 而且都有着很多著名的作品 他们的结合能说成是演艺界的一段佳话 众所周知 赵丽颖和冯少峰二人在2018年毫无预兆的官宣结婚了 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结婚不久后想想出身 就在大家慢慢接受并且开始祝福的时候 二人又毫无预警的宣布和平离婚 还表示两个人会共同抚养儿子想想 虽然大家从一开始就不看好这一对明星夫妻 但令广大网友想不到的是 赵丽颖和冯少峰两个人从结婚生子到离婚 只用了短短的三年时间 这场婚姻对赵丽颖来说仿佛是一个意外 赵丽颖出生农村 足足辈辈都是农民 他没有背景也不走绝境 在娱乐圈 赵丽颖只是凭借一枪孤勇 赤手空拳的打天下的狠人 而冯少峰的人生经历和赵丽颖完全不同 冯少峰曾在多部戏中演王爷 戏外也是如假包换的富二代 在上海出生 从小接受各种贵族教育 家里是国内纺织行业巨头 身家超10亿 当演员对于他而言 只是兴趣爱好 都说物以类聚 但冯少峰和赵丽颖根本就不是同类 所以两个人离婚的消息 不少网友感到意料之外的同时 又觉得情理之中 赵丽颖曾在星空演讲上说 我不希望大家看到电视剧里的女性角色 永远都拘泥于小情小爱 为了男人构心斗角 一辈子就依附男人 这也从次面反映出赵丽颖对婚姻的看法 不愿意依附男人 我不希望大家看到了电视剧里的女性角色 永远拘泥于小情小爱 总是为了男人斗来斗去 依附男人 我希望他们能够拥有更丰富的思想 积极地去追求自己的信仰 男人如果有英雄猛 为什么女人就不行呢 转眼间 赵丽颖与冯少峰的孩子已经两岁多了 目前是由冯少峰的父母在带 赵丽颖在工作之余 也经常抽空回到上海 探望儿子想想 努力民补母爱 在去年八月的时候 有媒体拍到赵丽颖带想想 在商场的顶楼花园玩耍 从中可以看出想想非常 真的变化很大 变得不是外貌 而是内心 慢慢变得成熟了 面对孩子特别的平和 有耐心 身上都散发着女性Tale的魅力 连笑容都变得那么温柔 至今为止 赵丽颖从来没有在公开的社交软件上 杀过孩子 这也是娱乐圈比较少见的 毕竟会少了很多热度和流量啊 不过呢 却很好地保护了孩子的隐私和生活 离婚后的赵丽颖 全身心投入到了演戏当中 状态恢复得很快 还频频上节目 事业呢 也是真正日上 拍摄了不少好作品 但我们不要忘记了 赵丽颖是光鲜亮丽的女演员的同时 还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当初赵丽颖身为孩子 复工进入了剧组时 拍戏收工 被拍到没有去剧组统一安排的酒店 而是一所小区 当时甚至收到了很多谩骂 质疑赵丽颖甩大牌 搞特殊待遇 成亲之后才知道 原来为了方便带娃 赵丽颖自费在横店 租了几个月的房子 这样就可以不耽误工作 还能带孩子了 赵丽颖对儿子的爱是显而易见的 在一次活动后台 赵丽颖因想念儿子 就给儿子打了视频通话 赵丽颖的表情便能看出 这一刻的赵丽颖是最幸福的 满脸的母爱光辉 以及发自内心的笑容 而下一秒呢 冯绍峰出现 赵丽颖的下意识反应太绝了 只见她立即挂断了电话 这反应也实在是太真实了 或许是怕被在场的媒体 拍到跟冯绍峰有过多的交集吧 才会如此匆匆的挂断电话 如今两个人已经从夫妻变成朋友 祝福他们未来 能够各自安好 各自精彩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